白露节气吃什么? 白露节气可以吃梨,梨具有润燥消风,清新降火的作用,可以缓解秋燥。 生梨性凉,老年人不宜一次吃得过多。 其次,白露节气可以吃大枣,大枣具有宁心安神,抑制健脑,增强食欲,提高免疫力的作用,是老年人秋季的补养佳品。 白露节气还可以吃红薯,红薯富含蛋白质、淀粉、果胶、纤维素、氨基酸、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。 白露饮食以养心肝脾胃为原则,可多吃酸味食物以养肝,但不宜进食过饱,以免肠胃机制,造成胃不适。 老人与小孩饮食更应注意少量多餐,而且以温、软食物为主,不可过时生冷。 硬的食物,另一方面也要预防秋灶,可多吃心润食物,如梨、百合、甘蔗、萝卜、银耳、蜜枣等,也可结合药膳进行调理。 1。 2。